写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然后今天我们讲一下写作45分钟 这也是咱们公司每一个人都要分享一下 我也分享一个主题 好 这个胖猴写作课 随便起的 好 先看一下这个 有一个饭局上有很多女的 大概有十个人 这十个人正在吃饭 吃饭突然发现他们都共同认识一个男人 而且这十个人认识这一个男人 都是他们的情妇 这十个人里有一个人是男的的老婆 另外九个都是情妇 这个故事特别漫长 一开始呢有一个前台 然后碰上了一个男的 男的就和他搞在一起了 搞在一起上他以为他谈恋爱了吗 对吧 然后很快就会发现这个 他发现他不是这个 这个人是有家屎 他就找到了这个他有家屎的这个妻子 然后和这个妻子聊了之后 发现这个人也不是妻子 而那个人也是个情妇 他发现他原本以为自己是小三 后来发现小三就不是 他是个小四后来随着这个剧情的发展 然后小四小五小六小七 然后有一个他是个演艺公司的前台 对吧 然后有一个化妆室 有一个这个演员 就是有一个这个名就是演员 有名演员的经纪人 然后演员的那个化妆室 这三个人都是这个男的的情妇 然后后来他们就在一起吃饭 在这一在在在吃饭的时候呢 他们十个人在一就是突然发现了 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男的在就是欺骗他们 然后让他们就是呃 这就是不是自己所独有的一下一段关系嘛 对吧 所以他们的本能并不是说把这个男的暴打一顿 而是说呃我要把这个争夺回来 就是你们都滚蛋 就留下我自己啊 但是后来他们很快就发现了 他们就是就是回归到正常思维了 就是说我们要复仇 所以这十个人就商量了一个阴谋 什么阴谋呢 就是说好 因为他们要杀死一个人的话 你想你你也不能坐牢嘛 对吧 他们要就是无声无息的把这十个人合谋 把一个男人干死 就是这这这十个人就想了个办法 就每人给他吃一种他喜欢吃的 就是这个食物 这十种食物放到一起是相克的 就把把这个男的给堵死 这是一个日本的电影 叫做这个夜光中的呃 黑暗中的十个女人 然后这不是啊 就是然后和妻子算一起的话 就是十个人 然后这十个人啊 都是这个这个呃 都是这个情妇 然后呃 这个电影呢 就叫做那个就黑暗中的十个女人 呃非常精彩 他有那个电电视剧版 也是也有电影版 几个 九个还有他妻子呢 啊 这九个都是情妇 然后就是都是这个 那叫啥 小三小小小小 一直到小时 嗯 最后是这样的 就是他们在这里面呢 呃 后来发展到后来 就是他们都想想想动手 对吧 然后呃 到后来 杀死不杀死 其实不重要 因为他们在寻找这个这个答案的过程中 就是呃 他们发现他们为什么会都会不约而同的陷入到一个男人的这个温柔的陷阱里 是因为发现他们从小都很少被关爱 然后就没有得到过足足够多的爱 然后所以说那个这个男人都恰好就就是担当了这么一个角色 然后他他发现其实这个男的死不死 报不报仇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更好的去就是生活下去 好 开头讲这个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啊 就是说我当我们在谈论写作时 我们在谈论什么 就我 因为我小学不及格 我一直啊 就是在这么多年里 这个例如这个像头颜症也解决了 然后这个什么很多事也解决了 就是包括减肥对吧 然后呃 饮食 然后但是这个写作我一直没搞懂 然后在过去的几年里 我也我也买过这个三千多块的这种线上的写作课啊 然后发现 然后什么买了那个红玫瑰 白玫瑰的那个书什么 什么古诗园的这个书去寻找这个写作的源头 然后我还去这个对 给你们说了去上海去 我专门跑到上海去见蒋方舟 吃了个饭聊了一个半小时也没有什么结论 后来我在去年的春天的时候自己办了一场写作课 在那一次的时候就是呃 那一次是我请了六个老师六个老师有慕容雪村 你们谁知道慕容雪村 这可以知道呀 很很那个90后都不知道 那个是那个为什么有人不知道 因为他在20012011年的时候慕容雪村被那个封杀了 他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就特特约记者 然后被封杀了 他其实是第一代的网络小说作家 就是第一代的那个网络小说作家里最出名写的number one的那一个啊 写了很多那个就是啊 那个销量也很高 然后在2011年那个就因为纽约时报报道那个什么事件啊 啊就就被被雪藏了 然后所以他连公号都开不了 就开了个公号就被封杀了 所以你们不知道是正常的 然后这里面这六个人是就是有有大象工会知道吗 是个也是百万粉丝的 也有公号非常厉害 知道 对他的创始人黄张静 请到了他 请到了慕容雪村 何菜头知道吗 知道 也是很有名的那个 对就何菜头 就是宁财神的那个微博号就送给何菜头了 然后也是写作非常牛逼的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真正的诗人 就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活体诗人 然后然后请了六个人呢 就是然后我这边招生每人两千多块钱 然后这边找了六个老师 我就我免费听吧 一开始本来说说我和我和我的那个好朋友叫王鹏 我们想我们俩自己每人出两万块钱去找六个老师给我们上课 后来想我一个老师对着我们俩讲 他也没动力对吧 这个事也不太那傻 我说我们不如搞个写作班 两个全天一次课三个小时 六个老师讲两个全天两千多块钱 基本就是非盈利的一次课 因为都都给老师这个做报酬了嘛 就也也不多 然后讲完之后呢 我对写作就有了一个飞跃性的认识 就我原本以为的写作是什么 就是词操华丽 然后就会潜词用具 对吧 会这个比喻做写的好之类的 对吧 然后但是我听完包括诗人在内的 包括大象工会专门写什么 红银金的来历 或者为什么 例如什么 为什么白色中国男人老男人还穿的白背心 怎么来的 五星红旗 五角星是什么来历 就非常小的一个话题 然后给你写的非常的纵深 都是万字长文 但是特别好看 大象工会的文章 从来都不标题的 但是他都写的特别好 然后特别受欢迎 然后创始人 他们有一个内部的流程 对吧 所以听完完全不同的 关于写作的那啥之后 我才真正的理解了 大概写作大概是怎么回事 后来的 包括最近两三年 我不断的去发朋友圈 最近一年 我逐渐明白写作是什么了 好 我发现了一个结构 就是在写作中 演讲 小说 电影和广告语里 存在着相同的关于写作的本质的东西 这个 好 到底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一开始 我给大家讲的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十个女人 就是这一个男人和十个女人的故事 就是 其实这里面 故事是核心 就是 所有我们包括的这个写作 演讲 小说加电影 包括了话剧 这里面都是故事是核心 为什么说故事是核心 然后在那个 所以 所以我觉得 学那个写作的时候 你去看那么多写作和知乎上哪都有 对吧 教你什么 看那个小说 或者什么 其实这里面都是在 就是教你怎么讲故事 那个 所以后来我就 我也恰好上过 这个九天的一个全天课长 连续九天的一个 一个关于那个脱口秀的培训和编剧培训 也确定在两年前 我比较有 那个我一年有二百多天不上班 所以比较有时间 然后听了这个 这个 听了这个脱口秀培训的时候 里面有 有好几个是编 真正的编剧 就是真正以编剧为生的这个人 去写剧本 然后我才理解了 就是突然写剧本 这件事 编剧和和我们开头看的这个 这个我我我理解到了写作的核心 是故事 我就打通了这一点 就是其实最好的一种写作的方式 其实就是研究这个电影中的这个编剧 为什么 电影是极为残酷的一个行业 大家知道这个拍电影是多赚钱吗 都都觉得假如说 其实很多很多那个没老板有了钱 对吧 一个亿拍个电影 对吧 然后还有你远言 对吧 然后 然后 然后这个都觉得很高大上 但其实那个拍电影这件事 其实是这个总体而言 总是赔钱的 因为因为这里面只有头部 这100部电影 只有头部的10部电影是赚钱的 我是这个在在美团做猫眼的时候 我很了解这个数据啊 就是拍电影里 100部里90部都是亏钱的 你像大量的尾部电影 根本就没有人看 所以在电影的这个工业里 又是发展了这个几十年的这个 对啊 非常的这个成熟 然后用户对对这个这个电影的要求 非常高 就是你好看 我就去用钱投票 对吧 用脚投票 你不好看 我立马就走了 看完一半就走了 然后 然后那个电影的编剧里呢 有大量的这个极其精彩的一些结构 好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很牛逼的一个 好莱坞编剧的一个 一个叫做这个故事 就编剧 剧本节拍表 这什么意思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大概是 这个剧本多少页呢 就110页 这个一个典型的 一个110分钟的电影 对吧 就是110页 这110页呢 他这一套架构 非常的这个这个高效 就是 这个这个架构 并不是说 他完全自己就 创造了这种架构 而是说 他看了无数个电影 汇总出了一些架构 好 这个这个结构是什么呢 就是 一共有 这个开场画面 整整主题呈现铺垫 然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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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什么 好 我这样 我给 我给大家再去看一张图啊 就是你看 这里面有 这里面主要是三目 这是第一目 第二目 第三目 好 分别是什么 这是另一种这个 这个图啊 另一张图 就是一开头的开场 铺垫 然后再到催化剂 然后争论 然后这个第二目 然后这个游戏 然后到了终点 然后到了终点之后 开始真正的这个较量 然后坏事逼近 然后再到这个灵魂的灰烟 就75%特别重要 然后结局 这个10% 25% 50% 75%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些节点 好 再看一下 它的大概的这个框架 就是开端 中段和结尾 就是第一目 第二目 第三目 就是讲三件重要的事 先是构建一个框架 就是这是都有谁 他们什么关系 对吧 例如说 你 然后再是对抗 然后结 结局 好 我们这样 我们今天以 随便以一个电影 作为一个 那个 做一个例子 那个 我不是要神知道吧 都看了吧 好 那个开场画面 讲一下 这里面 它的高效之处 是什么呢 就是说 它每一分钟 就差好是一页 因为你要衡量 这个进度 你要在剧场里 大概拍多少分钟 你要非常的精确 对吧 所以说 它这个正好是 110页的剧本 110页的时间 然后 你到了 例如 到了这个 这个第二目了 你必须在 第二十五分钟的时候 进入到第二目 如果还没有到 那你这个剧情 会非常的拖沓 然后 这个开场画面 都是什么 开场画面 非常重要 就是说 所有的开场画面 你看最典型的 就是说 开场的这个画面 必须交代 整个的这个故事 发生在哪里 大概是什么类型 最典型的 就是 例如 你是一个 纽约的犯罪片 对吧 一个纽约的市井的 辅来 对吧 或者是 这个墨西哥读销片 对吧 就墨西哥的 这个一个 这个平民库的 一个一个服饰 或者你如果是个科幻片 那就是一个宇宙飞船中 刷一个宇宙飞船 飞过去的 然后再是里面的 这个光怪陆离的 这个科幻的飞 飞艇 对吧 一开始 一开始必须是展现出 我这是 什么样的一个电影 然后 那个 我是 我不是药神 一开头就展示了 是一个小人物 对吧 然后在一个 那个日常的 那个 我记不太清楚了 然后呈现主题呢 呃 现在的这些电影 你看 有 有很多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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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点评的 那个 呃 我们看的 那叫啥 嗯 速度与激情啊 还有那个 这些动作片 对吧 一开始 必定有一番打斗 就一开始 先是干死一个坏蛋 对吧 然后 然后 主角出场 对吧 然后 这个呈现主题 就是呈现了 就是大概是 怎么样 一个故事 然后 例如一开头的 这个 这个一个 一场激战 然后那个 包括007 把那个坏蛋给干掉了 这个坏蛋 就会在后面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坏蛋 这个中间以后的 真正较量中 就会出场 也会出场 就是来真正的 这个 开始那啥 三就开始 这个 例如那个 我不是药神里面 就是 呈现主题 就是 他是个 那个 印度神友的 那个 就是一个骗子吧 一个 就是 例如 这时候 他 他不是要 他的老爸生病了 对吧 他的孩子 他一个人带着孩子 还要在那 那个 就是 呃 在那 那个 扶到孩子 孩子写作业 这时候呢 就铺垫了 他很穷 对吧 然后 这时候 又有一个人 上门说 你要帮我去买药 对吧 帮我去买药 然后 印度药 你不是搞印度 印度东西的吗 他一定会拒绝 这时候 他一定会 呃 就是 推动 挣扎 这里面 为什么 就是说 就跟那个 所有的那个 英雄电影一样 就是这个 这个男主角 要去救 拯救世界 不是说 他拥有了 这个超能力 他要 就是 我说让你去 去去去啥 他就去救的 他一定会拒绝 拒绝之后呢 就开始这个 挣扎 然后 挣扎的这个过程中 他回去发现 他老爸要动手术 要拿出几十万来 他没有这个钱 他就必须得去 但是呢 现在又有人 说你干 干这一票 就能赚这几十万块钱 他就一定会卖出这一步 对吧 他就非常符合人性 所以这时候就到了这个第二幕 就是前面就铺垫好了 构建好了这个框架 就是他去这个卖药 然后他去这个透 就是这个走私药品 第二幕的这个衔接点呢 就是到了25分钟了 这时候就开始故事币 故事币是什么 他和那个 例如要有爱情游戏 要游戏时间 就是这时候女主角出场 或者这个和和那个那个这个叫做兄弟情谊啊 不管是男女还是父子还是什么那个亲子关系 还是这个兄弟情谊还是战场上的 其实都被称为一种叫做伙伴关系 这里开始游戏时间 然后这里面的游戏时间 就是这个他和那个女主角 不是呃 那个他去那个女主角家里 对吧 然后差一点那个呃 上床 然后还包括了像那个蜘蛛侠蜘蛛侠里那个他获得超能力之后 对吧 他会和那个和那个同学不是老欺负他吧 他就用这个超能力进行报复 对吧 这都是某种的一种游戏啊 包括那个 包括那个变形金刚 变形金刚里的那个女主角出场 对吧 然后也是和女主角的来一场爱情戏 这时候就到了这个终点了 这个终点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关键 就是前面全部是构建好了整个框架 然后制造 就是因为你如果想要在后面 就是说这个男主角为什么要去救女主角 为什么要拯救世界 你必须在前面展现出他们原本 有多么深的一个一个矛盾 或者一个一个情感联系 你才能救这个女主角 你才有意义 对吧 你想那个那个电影里的那个保安呀 什么普通老百中 普通的路人对吧 说死就死这个几个几十个的 对吧 所以你是不会心疼的 但是女主角死 你才会真正的心疼 好 那这时候就开始真正的这个 真正的这个时刻 就是例如敌人 后面是什么 就敌人在逼近 敌人在逼近是什么 后面的你看这时间 其实还是比较长的 就是不断的 就是这个就是敌人在逼近 例如最典型的就是说 例如在那个我不是药神里 就是那个那叫啥 那个那个和他一起的那个那个人 不是有个人要死了吗 对吧 就是那个主动去救他们开车 去跑把那个警察引开 对吧 然后像那个在在那个蜘蛛侠里啊 或什么 就是例如那个他的同伙被干掉了 就他的搭档被干掉了 动作片中经常那个那个和他搭档的 被干掉了 然后呢敌人冲了上来 然后这个他的那个武器又丢了 然后他的那个例如超人里的那个 就有那个超能力被夺去了 对吧 各种各样的就是敌人永远在逼近 到第十一分钟的时候 对 在这个第十一这个这个环节的时候 这个第七十五分钟的时候 必须让这个男主角陷入到一无所有的境地 就是在那个 在在那个我不是要神里也是 那里面的不仅那个人死了 对吧 还有包括那个人也死了 就是必须让这个这个 包括那个功夫熊猫 功夫熊猫看过吗 功夫熊猫有一集里是 那个他的那个 他不是有个导师吗 那个乌龟大师对吧 那个乌龟大师一开始就觉得 就是他有啥时候老是找乌龟大师 但是在七十五分钟的时候 乌龟大师也加和西去了 他就没有了依靠 你知道吗 就是他必须一无所有 然后这时候你才能非常那个就是 非常的揪心 对吧 然后就是灵魂的黑夜 他就是他必须他面临了一个巨大的 这个这个选择 他必须得做出这种选择 然后到第三幕的时候就开始转折 例如在战场上 然后他他就跨出了这一步 你看我不是要神力 就是他下定决心 他自己掏钱 然后不赚钱 我也要把这件事干成 对吧 后面就是一幕又一幕的这个胜利 或者啊 然后再到中场画面 就是中场画面 就是和前面呼应 结结局就是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去交代一件又一件的事 然后这个这个故事非常非常的高效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就会 就会非常的理解 就是啊 到了这个这个铺垫对吧 然后争论游戏时间 然后坏蛋在逼近 然后灵魂黑到黑夜 然后再到结局 好啊 这是这个这个这个架构 就是多数电影 几乎都是很符合这个架构的 好 第二还有这个框架 不止一种 很多种框架啊 这个这个再大概概括一个 另一个就很有名的 那个理论 叫做英雄之理理论 这是在几十年前 一九五几年 那个一个教授 历史学教授专门研究神话学的 他在古今中外的所有的神话里 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结构 就是英雄之旅 就是后来呢 这个英雄之旅呢 就被那个好莱坞编剧 应用到了那个编剧 这个电影编剧里 非常的非常的有意思啊 大家看一下啥 就一开始 一开始就是这个这个主角 这个英雄 一定是处在一个平凡世界里 最典型的 例如蜘蛛侠的那个男主角 是吧 一开始就是个高中生 对吧 变形金刚的那个人 也是个高中生 然后太太尼克号 这个这个杰克 也是一个穷小子 对吧 他一定是身处于中 他不能一上来 就是个英雄 对吧 那他还有啥好看的 对吧 然后一开始上来 就是一个凡人 然后呢 后来得到了这个 就是使命的一些招 使命的召唤 或者叫危险的召唤 就是 例如说那个 他被蜘蛛咬了 他获得了这种超能力 他获得超能力 那个一开始 他是怎么样 他一定是拒绝的 他不会接受 对吧 他拒绝之后 他发现 他就 他会遇到一个 寝蒙导师 你像那个功夫熊猫里也有 对吧 然后那个 那个像黑客帝国里也有 都有这么一个角色 这个导师给他启蒙 他跨到 然后跨过第一道门槛 然后他就开始这个 他就有这个 开始不同的测试 例如他有新的敌人 新的盟友 然后开始什么 深入洞穴 然后是这个 这个深入洞穴去探险 然后这个苦难的这个折磨 然后 这这这时候就开始了 那个和敌人的各种的争斗嘛 然后是奖赏 然后再到时候回归 回归的时候 然后很多时候 就是你在打仗 打完的时候 对吧 就是总觉得胜利了 对吧 就最后还有五分钟的时候 就是往往有这种 就是他在回家之路 回家之路上 还有最后 最后一场战役 对吧 然后那个英雄的这个诞生过程 和这个这个电影的这个主角 就是就是形成了一个那啥 这是这是这个英雄之理理的啊 这个 这些这么多故事呢 很多种那个 很多这个知名的编剧 就把这个不同的电影 早就分了 有多的有70个类别 小的也有10个类别 就是分成了不同的一些类别 然后这些类别呢 就是你看起来很多那个 就是爱情片 其实就是 例如说很多电影 就属于那叫什么 就是那个像僵尸类电影 对吧 都是 那个包括 包括那个宇宙飞船的 很多那个科幻片 还有包括异形 他们都属于一个类别 叫什么类别呢 就是说 你困在一个房间内 然后有 不是 你困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 然后被一个怪怪物追杀 为什么这种电影 就是每一个类别的电影 其实都深刻 就是这个源自人类的这个基因 例如逃生 对吧 被追杀嘛 对吧 还有 然后包括那个 那个所有的爱情故事啊 还有所有那什么 都符合一种叫做 伙伴情谊的电影 就是无论是这个 这个这个亲子关系的 什么妇女关系的 还有什么这种 那个美丽心灵啊 什么这些电影 包括那个泰泰尼卡尔 都是一种伙伴情谊 他们早就分成了这么多类 这些每一个类别 其实都对应着一个那啥 好 所以为什么那个故事才能被理解 那个我们 包括我们写文也是 就是包括我们去写一个 例如 朱基斯为什么重要 对吧 朱基斯怎么 怎么能不能被丢 就是这是这个 我我在看一篇人工智能里边去说 还是说什么 是说那个 只有你故事才能被理解 就是我跟你说一个东西 我举个例子 就是那个你不打狂犬病的 那个疫苗就会很危险 这里是百分之百的 这个死亡率 对吧 你是建立不起任何的 这种直接的映射的 白讲 对吧 然后我记得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故事 是啥呢 就从小时 我就听家人讲过一个 就是有一个爸爸 他就有个爸爸带着两个孩子 然后那个孩子妈妈是离婚了 还是早很早就这个这个车祸去世了 然后他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 然后特别辛苦就拉扯大 拉扯大呢 然后有一天那个 就一条疯狗就咬咬了两个孩子 就咬两个孩子 这个爸妈呢 保护他两个孩子呢 然后两个孩子呢 咬的特别严重 然后但是也也没事 没大事 然后呢 那个三个人 结果三个人都被咬了 然后那个那个疯狗就被被赶走了 然后他就去就野狗 也不是也没人负责 然后他就他们三个人就去打款式疫苗 但是呢 这个他一个人又带两个孩子嘛 然后又没有妈妈 特别辛苦 然后特别特别没有钱 所以他又为了省那个三百块钱打疫苗的钱 结果就是因为他也觉得自己不太严重 给两个孩子打了 结果这个这个这个他就没打 结果呢 恰好他就得狂犬病就发作 就这个口吐白沫 然后上各种各样的就是 就就就疯狂了而死了 留下了两个孩子 我靠近想 就你根本就不用去说这个死亡率 这个这个狗 狗狗这个狗犬病有多么严重 你只有讲一个故事的时候 你才能大脑有这种场景感 那个包括那个注记词被盗也是 注记词就说你你给别人看拍照什么的都不行 对吧都会被盗 然后然后我我看了这么多 那个在学区块链的这个过程中 反正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 就是有一个主持人 就是他演示这是钱包 这是私钥的时候 就把他的注记词展示给了这个电视 结果很快他那里面有零点几个币 结果就被踢走了 然后就这种物这种场景 最能够说服人 因为你因为你你建立了一种这个最广泛的一种模型 这种模型让大脑迅速理解 你要说你这个注记词不能拍照 不能截图 其实他很难被理解 所以说我们写任何的这种功能的时候 一定要假设某种场景 即使他其实用户对他频次高不高啊 什么有没有用啊 什么就无所谓啊 你像像我们还看到过一个一个一些一个很流传很多的 那个关于那个注记词 就是他把注记词备份的时候 他发送在了那个微信里嘛 结果他发错的群里了 发错的群里呢 结果就然后然后那个有可能任何人就会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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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万块钱转走嘛 他就急急忙忙赶紧就是开始争分夺秒的 然后开始那啥 结果就是查到了这个人 这个人确实立马有一个人 给转走了 后来他吵到了这个人 因为是实名的嘛 所以就最终把这个钱给要回来了 还是要回来 还是差一点被转走啊 我忘了 然后这时候就是你讲这么一个故事 哪怕你是编的 这还是个真实故事啊 人们也知道了 就不能在微信里去发这些东西 对吧 所以只有故事才能被理解 然后在这个故事线里呢 就是什么是叫对故事线这是一个名词啊 就是还有个词叫做故事盒 故事盒什么意思呢 就是呃在拍电影或者那个很多美剧里啊 就是说他这个故事本身当这个设定一出来 你又觉得不行 这个这个这个故事我要听 我要看吧 你就像这个这个黑暗中的十个女人这个故事 对吧 就是十个女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敌人 一个男人 然后然后他们都都要把他一起就是弄死 对吧 那你会你又觉得很有意思 大量像美剧里这点做的非常的充分 像很多科幻美剧就做的这个特别有意思 就例如突然全世界所有的人就昏迷了 就是车就是有一个有一个那个那个FBI的那个警探 在追一个犯罪分子 然后在车上开着 突然这个车就翻滚了 然后呢 那个那个大楼 然后就有被那个直升飞机给撞 然后那个到处都在那个 就是呃所有的车都在发生了车祸 然后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然后他他站到那个那个男主角站到那个车上 像世界看的时候 什么到处是飞机坠落 然后那个车祸 然后到处在着火火灾 然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很好奇的吧 然后很快告诉你 全世界所有的人同时昏迷了137秒 全世界就是60亿人昏迷了这么多 当时那一瞬间就因为各种的 因为就包括在海边游泳的人 也就一向就淹死了嘛 因为他昏迷过去了 昏迷的这个过程中呢 后来发现很快发现所有的人同时都做了一个梦 这个梦呢 经过大家一串联发现这个梦 所有的人的梦都是137秒的一个梦 他们都同时梦见了在七个月后的那一天里发生的那个137秒 当时他们的场景就是说他们遇见了未来 我口 然后全世界人不是昏迷了吗 对吧 都昏迷了 所有人没有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人例外 然后他们建了一个网站就开始收集所有的这种这种报告 然后然后就是发现他们同时接受到了这么一个画面 就是这个未来的137秒穿越 然后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 然后那个探员说 哎过来你看这一段那个警探 这这一段这个监控师 录像在一个那个橄榄球的球场 所有的人在同一秒钟 刷全昏迷了嘛 就倒地了嘛 在在教堂里 医院里 所有的人都同时倒地了 但是在球场里就有一个人 在东张西望走来走去 而说这个人他妈的是谁 然后就第一集就结束了 这这是一个美剧 所以这种美剧 你想他第一集的这个故事盒 就就就能够就是 就就能够这个这个串起整个的这个这个大谜题来 然后背后还有一些五六个故事线 这个故事线是啥呢 就是永远在转折 就是 然后在编剧里 他们会写那个一幕的小卡片 例如那一页嘛 对吧 就是一点就一分钟 一页居本 任何的这么一个一个一个小结理 必须包含一个正反或者反正的结构 例如这个情绪是本原本让你很高兴的 突然让你很悲伤 原本让你很悲伤的 必须让你很高 永远让你得不到下一步是什么 这种正反结构 在那个黄章进在讲那个大象工会的 那个公号的写文的时候 他就给我讲到了这一点 我是分开听的 但是他他他说的是什么 就是说在写一个一个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不能是平不直序 例如写一个人好 永远就写他很好 对吧 就写到底了 就这个这个非常的平坦 没有意思 你必须假设大家认为他是个好人 对吧 开头我必须写 突然有一个什么事件 这是一个你不知道的真相 他其实很坏 我靠你又很震惊 我靠原来他是这样的人 对吧 然后就写他很坏 然后这时候 这时候很坏呢 这时候 那个那个那个 我倒看看他怎么坏 然后就开始写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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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他还不是那么坏 他这件事还有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原来他是个好人 写个好人 但是呢 这个人还有一另一方面 他对他 这个这个怎么怎么样 他还是很坏 写很坏 最后又写了他另一件事 又印证了他 他又有什么什么原因 对吧 就正反正反的结构 黄挑林当时给我的一个一个例子是说 他说你这一篇一万字或五千字的文章写完的时候 你你对这个这个论题 你要正解 就是你要 你要说他对 第二步要说他不对 你把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正反正反正反 你用红绿标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如果你这一篇文章 永远在转折 就永远正反正反正反 就是他的那个红绿相见 这时候就会非常的精彩 如果你只是说前半部分说好的 后面说不好的 这个用户可能根本就看不完 他就放弃了 因为你没有给他制造新的惊喜 正反正反的结构 永远在制造一些新的 例如最典型的是 包括人物的角色也是 这是慕容雪村跟我们讲的 他说你在电影里 你像最典型的 最典型的枪战片动作片里 黑客 黑客本来大家一想 就是那种一个典型的 戴眼镜的男的博士 对吧 但是这种角色已经千篇一律了 所以现在出现的那些电影中 都是各种各样的 例如一个小女孩 或者一个17岁的少年 对吧 总是你让你意想不到 然后小说中 慕容雪村的例子是什么 他说他说这个发生了一个震惊全程的一个什么 这个分尸案啊 发生了三起啊 每周一起人啊 非常的恐慌 这时候要找到一个这个私家侦探 就极为传奇的私家一个一个侦探 呃来勘察现场 然后当车这个到的时候 大家又想一下一个私家侦探 对吧 很很壮啊 或者说一个很聪明啊 或者戴着眼镜的这么一个角色 对吧 很睿智的这么一个角色 但是结果发现这个来了一个面包车 打开车门 大家抬下了一个轮椅 抬下一个轮椅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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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传奇警探是啥呢 是一个什么一个结了之的 然后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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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疾人 然后那个手全身上下 只有一个手指头 两个手指头能动 就跟霍金一样 然后说话也说不利索 就这么一个人 你想你 你又觉得我好就是 让你无法不去注意到这件事 所以那个角色永远是不同寻常的 那么一个角色 像有些那个科幻片 有一个科幻片就讲那个平行宇宙的 两个宇宙 两个宇宙有交叉嘛 这两个宇宙互为敌人 里面就有一个人 就有一个教授 这个教授老是在解剖尸体 结果他解剖尸体的时候 永远在谈着吃的 就是 就是哎呀那个 哎我那个牛排锅烤熟了吗 怎么怎么样 就是然后弄一个这个这个心脏出来 说一句 就永远让你的大脑充满了这种 就是CPU的那个满复核的那种感觉 就应接不暇 哎 西红柿首富 大家看到了 对里面也是吗 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 那个就是 那个 那个 这种设计 好 那么回归到我们说这个写作 就是 那我们为什么要写作 我就可以提出这有三个问题啊 就是首先你为什么要写 第二是写给谁看 怎么写 我之前讲的这个写作演讲 包括电影 编剧 话剧 对吧 都是相同的结构 那么 嗯 和演讲和写书一样都有这个三文 就是我为什么要写 那么写 是因为 啊 我我我我经过这几年的那个一个一个分析 包括我为什么我每年会自己办时长的演讲 就是包括育儿啦 减肥啦 各种各样 就是我 包括我也想 就是有好几本书的那个框架想要写书 就是你为什么要写 是因为什么 就是是因为你确确实实知道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 就是别人不知道的逻辑 别人不知道的世界 别人不知道的经历 最典型是什么 我原本以为那个写作只有谁可以写呢 韩韩啊 这个知名的作家 对吧 什么这个讲获得者 什么专栏作家 畅销书作家才可以写 后来我经过了这么多之后 我发现其实不是 就是说你 只要你有 就是我我原本 因为我小学时候不及格嘛 所以这是一个20年的一个一个困惑 就是我他妈的就是我一定要搞定写作这件事 要不然我这死不瞑目的感觉 然后 就是我我原本就是写作只有只有说这个就是 就是鱼儿好的人才有写作的权利 后来我发现其实不是就是就是当举个例子啊 这是这是我和一个呃一个一个演讲的一个大牛这个交流的结论就说什么样谁演讲最好啊最终的结论是啥呢就是呃马云第一然后这个谁第二啊那个马云第一然后乔布斯还有那谁是这个对� 刘永浩这三个人是前三的我们一致认为这是前三的演讲大师 然后呢 其实其实这里面谁最难啥就是如果你有一些极其独特的经历 我举例的假设你经历了一场那个矿难 你经历了一场那个什么渤海的什么那个天津的那个大火灾 然后包括那个乔布斯他作为一个企业家得了这个癌症又自我功课了对吧当你存在这些别人不知道独一无二的经历的时候你就别人就很不管你会不会写你会不会说你只要把你的经历给讲给别人听别人就很这个过程必定精彩 因为是别人不知道的一些故事一些经历对吧 所以写作的本质也就是说讲述别人不知道的故事 就是这个故事不止包括说那种虚构的编的故事也包括了说我们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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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记词啊这个这个这个安全问题包括我们钱包怎么用对吧 我们为什么要设计红包对吧 那可以可以我们对不对可以写一个那个就是我是怎么发现 男朋友出轨的对吧 没有 没有出轨过 我说我说那个我们软文里很多知乎不是写那个软文吗 写写他那个怎么发现那个工作啊 就是那个知乎上有大量的那个那个就怎么发现那个出轨的吗 然后就说那个他怎么怎么样 然后发现了一个很极为小的线索啊 然后发现他在哪打卡固定的打卡 后来发现这个APP上打卡是个接头的暗号就一打卡那就说明哎要聊天了啊 最终那个用户就会发现这个是什么APP对吧可以打卡啊 然后这个都是故事只要是别人不知道的故事它就永远有一些魅力不管你是设计出来的还是真正的一个故事 好这是这个为什么写作 然后那个再一个就是给谁看 这个也很重要就是如果是我们是有尤其是有目的的 例如我们要发个朋友圈发个微博对吧 写个知乎专栏你大概都是有一个目的 例如我是更好的西粉 我是还是更好的我就是为了输出一下 我我为了纪念例如写作写日记就属于比较典型的我就是为了这个自我的这么一个自我监控啊很就我我也长期记日记啊就是基本上记日记都从来不会看的但是记日记的时候就会完成了对自我的review和这种技术就有一种平静感啊 所以给谁看然后再一个就是怎么写的问题怎么写其实就是那个故事的框架 所以具体和你会不会什么古诗词啊会不会词涛的这种这个多华丽啊会不会很好的比喻啊 不是那么关键 最关键的是能不能在这里面讲一个很好的故事 就软文也一样就包括我们写的任何的一篇推文 好那么写作其实它的我认为的一个本质就是给别人讲他不知道的故事 你这里面必须包含了大量的信息量 别人所不知道的东西啊 嗯有一个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讲故事特别厉害 我听过他两次演讲啊 然后他 对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什么是故事就真正精彩的故事 就是说我是唯一逃死里逃生出来给你报信的人 你想你要不要听对吧 好 呃有一本说是这关于这这些故事思维其实有很多这种说啊 这个像华尔街日报里就如何讲故事的 华尔街日报的很多采访 就是很多长篇大论对吧 都是来自都是有一个很显著的一些框架和这种训练的 经过这些训练之后你会发现啊写作一点都不神秘 就是一个流水线 写作就像什么就像游泳一样 就是你不学就如果有的人就天生就会游泳 有的人但是多数人你不学习的话你就是不会 然后写作也一样 如果你你只有少数的人可能看了很多书他就从小就会写 善于啊从小写了个专栏啊被发表过受到了极大的雇物 然后持续写了下来对吧 但是多数人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 但是只要你想啊你只要看上五本书三本书 我敢说你就能够入门啊 这个是一个呃这个概念也是我我在学习写作路上发现的 就是叫做输入输出笔就是这是我向一个凤凰呃凤凰网的那个主编 请教的时候他就说了他怎么去写文 例如说啊现在是四季对吧 假设五季要带到林了 这时候开始了进行那个那个通讯协议进行了这个跨代的升级 对吧那如果这件事的话 他说如果这篇文五千字 他说我往往要翻阅十万字的那么一个材料 因为你想讲透这件事这个五季的这个故事 你必须要给用户知道的多的多 你要从这个移动电话开始谈起 为什么会有这个这个不同的那啥 什么是一代二代三代对吧 三代和四代之间交接的时候出现了哪些什么这个巨头的变换 例如说诺基亚的衰落啊对吧 那包括这些东西对吧 那你这里面如果你就像一个普通用户一样 别人知道什么 你也是说就是采集什么 那你永远别人他他不会很精彩 因为你讲的多东西别人多数都知道 例如在例如你在半年以前 就是你想那个像像那个比特币的这个这个这个小白用户 假设他从来没听说过比特币的新闻 这个时候就给他讲啥呢比特币那个买披萨对吧 然后比特币那个搬砖套利一晚上 就是朋友的朋友一晚上20块钱20万进去400万出来啊 还有什么什么有一个什么干互联网的 然后套现了30万的信用卡 然后背负着30万的这个借款 然后买了比特币有别的币 然后一年之后两年之后他的钱变成了三个亿 后来他老大辞职创业 他投了投资了他的老大对吧 那如果如果对于一个币圈老用户 那你就不能这么讲了 你比如比特币买披萨这个故事 他都听过很多遍了对吧 那你就得讲啊 他买披萨不止买了一次 他买了五次 他买了五次这是多少五万个比特币 他为什么能买五次呢 是因为他有九万个比特币 这九万个比特币最终他剩几个呢 一个都不剩 当时那个买一万个比特币的那个人 是不是就留下了一万个比特币 留到现在赚了一亿美金呢 也不是他五百块美元的时候就卖掉了 那他当时挖这九万个比特币 为什么挖的快呢 是因为他是第一个用GPU挖矿的程序员 好那为什么GPU挖矿快呢 是因为GPU里的这个这个架构 全部都是这个运算芯片 没有控制芯片 这时候再给个示意图 对吧 那个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那个GPU就等于那个模方 然后那个CPU就等于模方的 那么一条边 你就可以理解了 就是CPU的那个计算 那个模块就只有三块 然后GPU的这个计算模块有九块 对吧 给你个示意图 你就理解了为啥 GPU一台能顶一万台的这个CPU 后来那后来又可编成逻辑门电路 就是怎么回事 阿西克矿机怎么回事 对吧 你这样的话 你在一个故事中不断的牵连出 不懂的用户的不知道的东西 然后一会儿又否定 一会儿肯定 对吧 那他就会很好看 好 然后在写作的时候呢 其实也没有别的这个 当你踏入了这条正确的路径的时候 你就 你就只有以 一件事就是多输入多输出 反复的输入 反复输出 输入包括什么 包括看网文啊 看书啊 例如说这个一个是说 怎么写作的技巧 对吧 包括了就是你要查的查阅的资料 我觉得至少你要你要写一篇 假设班客协议 你至少要看三十篇文章 二十篇文章 你才能写出一篇比较合格的文章 如果你就通过三篇文章去传一篇文章 这时候你传的这个东西是没有深度的 因为你知道的任何东西 这些个这个标准的业内用户都是也差不多知道 对吧 所以他不精彩 所以那些精彩的永远是充满了大量的你别人不知道的这些细节 再一个就是反复的输出啊 反复输出其实也很简单 就不断的 例如朋友圈就是一个朋友圈写专栏写公号啊 我我听一下大家就是这个这个也也也养成一个输出的习惯 包括这种输出也包括面对面演讲面对面吃饭 我经常和朋友去聊天去讲减肥就一对一的吃饭是就给他克服减肥就对着一桌火锅说哎这能吃你知道为啥我点这个吗对吧 因为植物油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对啊啊 还种子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吃种太多种子 因为你你让种子断子绝存 那个种子也会让你断子绝存 我们给我跟你没讲过这个吗 讲过对吧 你们后来没听前面的讲过啊 因为因为那些啊 在你来之前我做过一次减肥的分享 因为那个那个种子为啥要长坚果呢 为啥要长壳啊 对吧 很多那个种子都有毒 对吧 杏仁有毒 苹果子七颗就可以磨碎了可以里面有青花物的 就是磨碎了七颗苹果子也可以毒死一个小孩的啊 为啥就是因为人家不想让你吃 因为人家一年就结个妆然后被你吃他就断子绝存了吗 谁会吃苹果的啊 因为动物会吃啊 但是花生也有毒性啊 花生里也有也有些毒性 就是你不能天天吃 你看大米你天天吃还好对吧 你如果每天吃一把姜果 你就会烂嘴角 这是朋友的公号上有人反馈过的这种报道 就是他种子里有很多有害的物质是不想让你吃 为什么豆浆不能一岁以内的小孩喝啊 因为含有雌激素 那妈老师说 挂子也不能吃 挂子你要天天吃 你试试 你一定会口腔溃疡的 你天天吃 你一天一包 很快你的身体不能承受 不是说你不能吃 而是说你假如每周 你看我姜果每周就吃三次嘛 这很多证据啊 我随便给你举五个 都只向一个答案 为什么咖啡豆能够提神 咖啡能提神 因为咖啡是一种神经毒素 人类的解毒能力非常强 可以解毒 但是那个牛啊羊啊 那个狗啊 吃了就吃了就死 所以狗也不能吃巧克力 然后那个苹果 那个杏仁 杏仁不弄手也是有毒的 对吧 土豆发芽有毒 坚果为啥要长坚果 就是不想让你吃 菠菜为什么要那个 菠菜为什么会吸收钙 就菠菜为什么要煮一下 才能把那个草餐取掉 因为草酸和钙结合 会让你这个营养不良 然后人类的第一款避孕药 来自豆壳植物 就是雌激素 就是因为你吃了之后 它让你整个种群 然后拿啥 所有的种子都有防御机制 因为它跑不掉 动物可以跑 然后植物它跑不掉 我去那个采摘的时候 有一个生态采摘园 采摘园里 200亩的各种各样的植物 因为它是生态采摘园 所以没有任何毒药 没有任何洒药 你会发现 我就在这生态园里 看了每一片叶子 都被咬了很多洞 就没有哪一片叶子是完整的 所以在真正的大自然接种 是非常的 充满了勾心斗角 你死我活 什么没有毒 苹果的果肉没有毒 因为你想想你吃了苹果肉 对吧 它就 它苹果籽就被带走了 对吧 所以这是对它有利的 好 这是多输出 好 这是最后一部分 最后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有人就写作问题 提意见吗 提问题吗 怎么快的设置场景 对吧 对 就是让读者 能够很快的去进入到你设置的场景 例如 永远在 你讲的 就是你所有的输出里90%一定是讲一个具体的case 永远不要去靠逻辑和数字去说服人 人永远这个大脑进化了这么多年 他只对场景能吸收 就像 你像我开头 为什么要给大家讲这个 对吧 讲一个这个东西 这和演讲一样 我现在演讲 就是经过学习演讲之后 就开场 我往往会花两三个小时 去专门就挑选一个故事 我可能会选三个故事 最终只选一个故事 像我讲比特币的时候 我开场一定讲那个披萨的故事 因为你开头 你看你无论做演讲 包括他去看一篇万字长文的最开头的 那个十秒钟 三十秒钟 对吧 和你演讲的第一分钟 他的注意力是整个全场的最高峰 这时候如果你 你不激起他的多巴 你就产生不了一个钩子 就是你如果一开始就产生一个钩子 他后面就会永远给你看完 所以那个开场特别重要 所以写作的这个导入故事 包括演讲的导入故事 包括你想很多小小说 为什么那个鸡头凤围 对吧 不是那个 抱头凤围 对吧 就为什么有这种说法 就是那开头你弄好了 他就觉得这个 他就产生了这种吸引力 就包括包括了那个 包括那个赌场 赌场永远会在让你钱几把里赚几把 对吧 还有那个抖音 大家知道抖音的一场结构是怎么来的吗 抖音为什么那么好看 我一个月只看一次 就是看两小时卸载 对对 我为了为了为了穿越我就不看抖音了 然后那个抖音他的 他一开始会弄一个流浪池 例如很小的流浪池 例如1万的流浪量会测试 你任何视频都会在这个流浪量里进行一个反馈 根据这个点赞 他很快就筛选出 例如这个100个视频里 很快就挑选出5个精彩的视频 这5个已经比较好看了 因为他5%嘛 对吧 这5个呢 再放一个更大的10万的一个流浪池里去测试 例如这这第二批测试呢 测出来之后又100个里又挑选5个 所以这这个这最后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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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个视频出来 可能前面是1万个里才能选5个出来 所以他是万中无一的那么很精彩的视频 这个视频被称为极其那个精彩的视频 然后这个东西会出现在你看抖音的这一个小时的前三分钟 这前三分钟的前十个都是极度的那种全战的精华 不管你关不关入就全战精华 后面才会慢慢的降低 就是再去平均化推一些别的 但开头的那些注定让你非常好看 就激起了你的兴趣 而不是说你看这个电影也是吗 电影电影的这个这个结构 那有那个那个编剧就跟我们讲 他说他说他他看电影的时候就就觉得很就很无趣了 因为他最很懂这个节菜表啊 他他说有一次他看电影 那个电影已经已经演了50分钟了 就是已经到了百分之三四十的一个结构了 50分钟了 然后那个那个第二幕还没有出现 就是还没有开始这个这个第二幕的那个就是这个男主 就是例如这个女主角还没有出产 或还没有一些重大的铺垫上去 还没有第二幕的大故事 他说哎这个电影就完蛋了 他一定是的 因为你你到了这个点了你都没有到啊 所以所以最终我学习这个写作之后 我发现了这个这个故事就编剧 然后这个写作啊 好像包括抖音的这个流量的这种算法 你最终你能发现相同的一些结构 他们都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这个我我觉得这也是很符合那个第一性原理嘛 就是这种成长学习类的这个功耗文都会这么去写的 就是很底层的一个规律啊 然后还有刚刚有一个点啊 就你刚刚说每次就是讲到迪特币的话 就觉得应该要讲那个披萨的故事 对 但是我觉得嗯 如果是每一次面对的都是一些比较小白的一些群体 或者说一些用户的话 他们没有听过这个故事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讲的 但是对听 所以就说你要知道用户是谁嘛 就是如果听过了 当然这个故事就没有意义了 就不讲了嘛 就或者是说嗯 对 肯定要换故事换故事 永远要换故事 对对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永远是这个 因为是这样 我我不是2005年去做了搜狗书法吗 然后2007年09年离开搜狗之后 这十年几年的时间里 我也做过什么产品经理的培训 然后什么人工智能的培训 然后还包括 怎么这个这个进化的这些培训 后来我发现如果针对全这个小白小白的这个从来也不知道我是谁的 永远我就讲搜狗书法诞生的故事 就这永远是有效的 包括余敏红 他们对任何的一个演讲 他们如果去这个学校演讲永远是讲那么几套就是最受欢迎的框架 因为他人会换嘛 如果是不换当然说我们我们要换故事的啊 还有问题吗 我觉得这套框架 只能说是目前目前来说比较符合现在相对来说比较快餐文化的一套框架 不是他是他是所有都都都包括的 嗯嗯就比如说那像这种框架比较适合讲神话故事还有那种好莱坞的那些那些 当然其中还包括一些其实好看的包括一些悬疑还有就是怎么样制造冲突让冲突推动剧情的这些起作手法 但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比较好的用法 比如说看了很多悬疑片那种或者是那些小说包括阿加沙推的那种暴风雪山庄那种模式 就是你可以把时间线打乱那种讲法就很现在这个就很不一样了 不是他是另一种框架 就是今天我们我只是给大家看了两种框架吧对吧框架有很多种 不是说一定说到了50%怎么样那框架有很多种 包括写书的时候有很多流水账的书啊就是特别无聊特别无聊 从头到尾就一个调调我看过一本一本书就是这样的 但是看完之后还是觉得很震撼的就是他里面有大量的那种那啥 就是可以有不同的结构 但是就是你可以打乱任何东西 但是他的核心你就是永远要讲述别人不知道的东西 并且永远就是在创造一些这个这个他所他所希望的东西就永远是符合人性的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完全永远是这个就是例如恐惧之情的恐惧的这个情绪震动 对吧然后那个这个伙伴情谊就是因为原始人的这种战斗对吧 包括对这个未知世界的探索他永远其实都是都是符合这些东西的啊 这个框架肯定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啊 我这个神话之地和这个也不太一样 但是这个是一个最高效的一种最出名的一种给大家看的 就是是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五百分之七十五啊 就是这个也符合现在的这些 所以我拿这个做例子框架还有很多种都可以的 好那我就这样好 谢谢谢谢啊